占一笔墨,我们把这一片给画出来 这是纯生旋纸 如果你画这么小的东西,很容易会晕掉 这时候,笔墨相对要干,速度要快一点 这笔上的墨是越画越淡 我们借用这个规则 鲜画最重的,逐步变淡,从主到刺 这样画,速度又快,而且过度会非常自然 你像这种一笔墨的技法,在这个国画里面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技法之一了 你像初学者经常犯一个错误 就是比较频繁的沾墨 或者是笔上的墨过度特别慢 你画上无数笔,它才轻微的变淡 这样画的话就容易腻了 我们要能保证 越画越淡,均匀的过来 越是生旋纸,它吃墨越好 越容易从重到淡过度自然 而且过度的快 你像半生熟和熟轩过度的就慢一些 那就要求我们笔上的墨要淡一点 然后再复勾它 生旋,直接画就可以 再复勾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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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复勾它